欢迎各位再度收看我的频道 那今天的话,我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Grenta的这个选择器 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操作 那我们这边其实会把它分成十个单元 那今天的话,我们先针对第一个单元来做一个说明 那第一个单元,我们会讲到浏览的搜索还有图表的一些使用的方法 那这边的话,我们基本上会分成两个议题 那第一个,可能很多人对于Grenta的一些主要的工具 可能一些操作的一些小工具可能比较不熟悉 那这边我们稍微会介绍一下 那再来我们这边也会稍微 带一下单元1 它的这个练习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指南 那这边的话,应该会有六个操作题目 那我们也会把它分成六个不同的Session 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操作的一个说明 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Grenta的一个工具 那它的工具这边,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主要的一个大箱 一个是浏览器 第二个是搜索工具 第三个是图表跟选择的一个工具 那第一个我们可以先从这个浏览器这边来 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浏览器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那一般来讲浏览器 它其实旁边就会所谓的浏览树 它其实就是让我们可以去浏览它的一些资料 也可以更深入去了解我们这个资料库 这个资料库里面的一些档案的一个层次的一个架构 那这个树的最顶层,一般来讲我们 称为这个材料的一个家族 那最底层可能就是指顶 指向某些特定的一个材料 那一般来讲,我们的Grenta里面 它其实大概分成七大家族 那可能依版本的不一样 可能会有稍稍不一样的一些 排列的一个方式 那目前的话,我是用2022的版本 来为大家来做一些操作 那七大家族它分成所谓的陶瓷与玻璃 还有纤维与 纬粒 还有混合材料 比如复合材料 还有这个 发泡材料 还有天然材料这些等等 还有液体,气体 层性材料 金属与合金 聚合物,像比如说塑料或弹性体 那旁边这个图其实就是 让我们明白 这个 原本的我们画面当中的这个 七大的一个分类 那其实在这个每个系列的当中 就在这些家族当中 那其实还可以分成类别 像比如说铁合金的类别 还有贵金属的这个合金的类别 那这个类别当中还可以把它分成不同的质类别 那我们这边叫做成员 比如说这个所谓的这个 SAE4130的这个类别 那每个类别又可以分成质类别 那比如说合金钢 低合金钢 铸造 这些金属 这些项目等等 然后 所以在旁边这个图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用这个结构式的方式 来 来去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材质 好 那再来的话浏览数他也可以针对我们的一些类别或是层次结构 来做出一些特定的这个所谓的数据表的一个陈列 像 比如说 我今天可能 要找的是加工的方式 那我们有一个叫加工域 那你可以从里面去找到这个 所谓的数据 而他的数据就不是我们所看到的 用 材料来做区分 那可能是用加工的类型 比如说 连接呀成型或是表面处理这些等等 好 第2个 搜索 那一般来讲 像如果你要去搜索 你所需要的一些 关键字的一个材质的话 那一般来讲你可以直接进入这个搜索的这个表签 从这边来去找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所谓的材料或是加工的方式 那一般来讲你可以按两项 可以让你的搜寻结果列在你的表的这个档案当中 而且你也可以把这个数据表把它打开 而且当你的这个 输入搜寻的这个 这个 词汇 在任何的一个这个操作的一个表单当中 他就其实把它做一个 highlight的一个动作 那再来话 如果你要更进阶的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搜寻的一个查询方法 那你也可以用一些 布林运算的一些符号 比如说and ord not 或是用这个搜寻的短语 这些都可以去做到 我们要 快速搜寻到我们 材料的一个方式 好 第三个 这也是我们在 针对一些东西 尤其是做一些 核定 或是一些限制的 方式可能会常用到的工具 比如说图表跟选择 好 Grenta的 选择器 其实 它的中心核心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 选择的一个引擎 而且它可以让你去识别满足一系列的设计的 这个准则的标准的档案 而且也可以在这些 比较当中 或是竞争目标当中 来做一个 我们的一些所需要的一些项目的一个衡量 好 这边的图形工具 因为它到最后会说出一个图形工具 图形工具可以让使用者可以做出一个 这个 呃呃呃呈现的一个决策 那这个决策的话 一般来讲 它可以有 探索材料空间 关注可能的这个所谓的 候选者就是你所要选择的一个材料 而且研究你的成本啊工程的性能啊生态啊 行为这些 之类的一个衡量 好来找到你所需要的一个材料 好 那也可以用个比如结构化可以重复的方法来确定你的使用者 为使用 呃这些 呃应用材料的一个正确材料的一个方式啊 像比如说呃你可以用最佳化每个 呃功能的一个单元的特性 而且可以用最大的这个限度来降低你的这个收据的一个成本啊 好那最重要的是Glintar的这个 选择器的核心啊 它其实 呃是由Glintar的创办人叫做Michael FB 的教授他所开放出来的一个方法 那各位如果对于这个教授有信息可以上Google来做一个查询也OK 好练习指南 那一般来讲我们在这边其实会 针对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做了六个不同的一个操作的练习 来让大家来让大家能快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呃滚塔里面的这个 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工具上的一个使用 好所以等一下 我们会直接来看到 我们的第1个单元 就是呃怎么去开启我们的资料库 好所以事不及时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一 看起来 我们下集完 看起来